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评 第294集 虚拟宇宙 编号10389号斗舞场 在观看纳比尼那一场擂台混战后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这第161组擂台战 在这编号10389号斗舞场 即将开始举行 整个斗舞场中欢呼声震震 美丽的解说员 正在介绍着这一战的 100名天才简单资料 同样是美女解说员 观众西中的其中一片区域 上百万名来自黑龙山星域的观众们 高声呼喊着红的名字 仿佛在宣告 天才红是他们黑龙山帝国的 而欢呼人群中的罗峰 雷神 两人却眉头紧皱 麻烦大了 没想到那个野人也在 雷神笛声道 罗峰也是摒息等待 心中为大哥感到担忧 能冲进擂台战的每一个都了不起 特别是大哥所在的这一组 竟然有曾经击杀二哥的野人在 很快 在倒计时声音中 斗舞场一阵轰鸣 100名绝对的精英出现斗舞场中 大哥 罗峰一眼就看到红 斗舞场内 红手吃一杆银色长枪 目光谨慎的扫尸周围 这混战的战斗空间 是方圆30公里 在战斗过程中 战斗空间会不断缩小 逼迫那些飞行快的人 无法逃脱 大概15分钟 方圆30公里的战斗空间 会缩小到仅仅直径一米 所以 一场擂台混战 最多持续到15分钟 这100人当中 最强的应该是野人 还有另外三人也很强 先去混战 和弱的人混战 暂时保住性命 而后再拼 红扫过周围其他99人时 脑海中迅速浮现观看过的一些资料 他很清楚 如果一开始他就远远逃开 一定会成为那些极强天才的靶子 还不如一开始就冲进混乱人群中 对于在混战中保命 红还是很有信心的 战斗 开始 低沉恢红声音 传遍整个斗舞场 每一个人脑海 方圆30公里战斗空间 开始缓缓缩小 只需要15分钟 就会缩小成直径一米 轰轰 狂暴气流暴乱开来 斗舞场那100名天才高手 迅速开始进行冲杀交战 结尾刀 那头发乱糟糟的魁梧青年爆喝一声 赤着脚 一步迈出 就诡异地冲出百米 那灵力道直接朝一名精神念师劈去 那一名精神念师似乎没有想到对方这么快 惊恶地欲要闪躲 并且操控念力兵器去抵挡 荒荡 短刀劈下 势不可等 宛如一座山崖下 那念力兵器直接被劈飞 而后短刀直接劈在那一名精神念师头颅上 令其头颅直接从中间劈开 一分为二 魁梧大汉大笑着 迈着赤裸大脚 每走一步都能窜出很远 瞬间加速之快 比之很多精神念师飞行都快得多 围杀他 大家联手先杀他 有人高喊 嗖嗖 两道念力兵器是来 当当 短刀随一个绕体挥动 就轻易挡下那两柄念力兵器 并且将那两柄兵器给震飞 围杀我 魁梧青年不乏鬼魅 竟然行祖在混战人群中 令那十余个想要围杀他的对手 根本没法为公 反而被魁梧青年很快解决了一半 这野人过处简直是一路屠路 虽然这一百人都是爵士天才 可竟然没有人能跟着野人抗衡 这场混战中 最耀眼的 无疑是野人 然而除了野人之外 还有一名女人表现也很强悍 那是穿着铠甲 无比彪悍的女人 只能从身材上判断 这是一个身材惹火的美女 可是 她的煞气 那双眸中蕴含的凶狠 以及她杀人的干净利落 让人无法联想到 这是个女人 痴痴 手中一杆银色长枪 洪在一群天才高手中进行混战 只见一名又一名天才倒地惨死 可是 洪却诡异地一直活着 刷得下 长枪如电 迅速从后方突袭 直接击杀一名天才高手头颅 而击杀一人后的洪 表情没有一点变化 依旧在这混战人群中 一杆长枪挥舞起来 看似扑扑通通 可是连许多念力兵器 有法公开她的防御 时间流逝 死亡人数积累 60 61 62 因为人数变少 混战的人也少了很多 嗯 那彪悍女战士 一眼就盯上了洪 在宇宙当中 使用长枪为兵器的有不少 可是 一般使用长枪为兵器 都是选择硬度机枪长枪 可洪使用的长枪 却是选择韧性很足的 一赶长枪舞动起来 就防废条大蛇 诡异无比 有趣 彪悍女战士手持双刀 直接飞幅向洪 不好 红面色一变 在混战同时 她早就通过暗中观察判定 这组当中 这名彪悍女战士 绝对是能够算前三的 也只有那个野人 能比这女战士强一点 没想到这个女战士 扑向自己 不过 既然对方已经杀来 无法躲避 那只能迎战 长枪随着旋转 碗锐条水中泥球 快速迅捷无比 直接刺向那飞扑而来 女战士 有趣有趣 女战士双眸泛着兴奋光芒 身体周围 弥买着条条绿色气流 气流环绕在两柄弯刀上 直接他舞动起弯刀 弯刀直接劈在 长枪枪头边缘 一股乌星的 诡异旋转力量 传递到长枪上 嗯 红面色一变 长枪立即猛地缩毁 随即一声爆喝 直接高高举起手中长枪 就仿佛用斧头屁板 狠狠砸向女战士 碰了一下 女战士整个人 都化嘴道汹涌水流 其中一柄弯刀 紧紧和长枪接触了一下 就卸掉那股强大冲击力 而后女战士疯狂围着红不断进攻 一时间 红整个人仿佛陷入洪水漩涡当中 根本逃脱不得 这个女战士 已经感悟了些许水质本源法则 麻烦大了 红心中焦急 对于金木水火土 华夏古文化 对于五行就很重视 虽然红走的是光线领域道路 可对于女战士的厉害 也非常明白 明白是一回事 能不能敌得过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如水 我便化作磐石 同一时间没办法 一咬牙 顿时周围光线扭曲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耀眼无比 长枪速度立刻标示一个档次 长枪施展开来 就仿佛是一个乌龟壳 让人无处下口 当当当 女战士的蕴含水质本源法则的每一刀 都无比的沉重汹涌 都让红有种无法抵抗的崩溃感 不踏入法则门槛 终究是无用啊 红心中瞬间明白这个道理 在斗舞场现场的失忆观众中 很多黑龙山星宇的人们都期待着 然而还有更多的人 都是通过转步来观看的 虚拟宇宙 黑龙山岛屿上方浮空岛 在浮空岛上能够居住的 最低必须是宇宙级 其中有一座占地极广的 看似朴素庄园 庄园的一个会客厅中 穿着深红色袍子的男子 正坐在一旁 他们眉心不为 还有着雷电印记 此人正是黑龙山帝国 借主当中最顶尖强者之一 降天臣 而在这降天臣旁边 还有这一名头发花白 看似慈祥老者 这个黑衣小家伙 是我们黑龙山帝国的 老者找有兴趣到 他这光线领域 依我看呢 也就六重领域样子 不过他真是一个战斗天才呀 一杆韧性十足的长枪 竟然将光线领域 发挥到这等程度 这都比得上那些 领域八重小家伙呢 领域八重 不一定比领域七重就强 也要看发挥能力的 一个道理 或许领悟了些许法则 可是 如何将法则感悟运用到战斗中 也决定了战斗力 比如罗锋 使用顿天梭和使用隐身兵 实力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通过隐身兵 他能够将感悟的法则完全爆发出来 是的郡主 他是我们帝国的 江天臣恭敬道 啊 老者微笑点头 郡主 这个称呼 若是被黑龙山帝国其他戒主们听到 会惊呆的 在三福山组织中 戒主的称号一律为将军 而三福山组织有三个创始者 只有那三位创始者 才有资格被称之为君主 三福山 作为黑龙山兴育的四大组织之首 连圣帝黑龙山 圣帝滨海神国 都不愿意招惹他 就是因为这三福山背后 有三大创始人 三大创始人 年轻时都曾经获得巨斧的无常的 玉主级巨服务者称号 玉主级巨服务者 离之宇斗级巨服务者 稀少千倍万倍 这三个人分别来自不同形语 却行星相惜 成为生死好友 因为三人都是有巨服务者称号 所以建立的组织 起名为三福山 这三人两男一女 分别叫莱蒙托 莫雷亚 洛 其中莱蒙托和莫雷亚 已经成为不朽 唯有洛 这位黑龙山帝国的传奇强者 依旧停止在戒主巅峰 不过 他却算得上戒主中堪称无敌人物 自从数十万年前 在黑龙山星宇消失 再也没有其他人看到他 谁也不知道 那第三位创始人是死还是活 是我们黑龙山帝国的 这一句询问 暴露了这一位君主 这位创始人是黑龙山帝国的 三大创始人来自不同形语 而来自黑龙山帝国的正是洛 有这个小家伙资料吗 老者道 有 降天臣恭敬道 很快调出一份资料 低声道 他叫洪 跟另外两个年轻人 罗峰雷神 关系极好 他们三人据骨策 应该是我们帝国 银河系地球的土著 土著 老者没毛微微一些 对 不过 这是我们三浮山 情报组织的推测 还有 洪罗峰雷神三人 都参加了这一届天赛战 其中最优秀的并非洪 而是罗峰 降天臣道 还有更优秀的 老者露出惊讶表情 是的 那雷神预选排名在 5128位 红的预选排名是 第982位 罗峰的预选排名 是第51位 降天臣 降天臣恭敬道 老者微微点头 看着前方屏幕上 进行转播的擂台战 惊讶道 这个红 关键时刻竟然突破 领域六重 突破到领域七重 嗯 那个小女孩爆发了 好厉害的刀法 连绵不绝 重重叠加 这个红扛不住了 哦 可惜呀 还是死了 没法子 绝对失利相差的 的确太大了一些 降天臣暗经 君主洛 很少会说这么多话 现在看样子 对红非常在乎似的 洛 黑龙山帝国的一个传奇 就算现在的圣帝黑龙山 圣帝滨海神国的两位神主 也会给洛面子 一是洛的两位生死好友 都是不朽 二是 洛的确很强 降天臣的名气 主要是在黑龙山帝国 而洛的名气 却是足以令 前无宇宙国百万戒主们敬畏 如果不是他分心于 尸间本源法则 恐怕早就成为 名不朽存在了 降天臣看着眼前老者 当年提携他的前辈 洛 心中叹息不已 哎 这就是命嘛 君主改变想法 不再抱有太大野心 想将光线本源法则 完善突破之不朽 却遭遇到那等横祸 一困就是八十多万年 浪费最后重要的时间 还有两万多年 就到大县了 老天怎么能这么惩罚君主啊 降天臣心中不是滋味 三大创始人 骆当年是最优秀的一个 也是最有野心的一个 奈何命运弄人 一千组擂台群战的第161组 已经战斗结束 观众席上一片叹息声 坐在观众席上的地球上的一群人 摇看斗舞场中红的尸体 有些无奈 哎呀 还是输了 雷神无奈摇头 对方的确太强 领悟些许本源法则 实力会有根本性变化 大哥输得不远 却很遗憾 罗峰摇头 是的 遗憾 红做得已经很好了 甚至于坚持到 只剩下二十人左右 可还是被那女战士 给施展绝招格杀了 走吧 回家 罗峰起身 三子 现在可就看你了 黑龙山帝国通过预选的三个人 现在可就只剩下你一个了 雷神也起身 低声道 我一个 罗峰耳朵一动 就听到周围议论声 这一片区域的上百万观众 都是来自于黑龙山行御 显然纳尼亚和红吉莲失败 连黑龙山行御亿万人们 都感到憋屈 现在 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寄托在罗峰身上 罗峰一定能赢 对 预选都冲到五十亿了 这擂台混战 肯定轻而易举 罗峰是我们帝国最厉害天才 这罗峰一定倚藏着实力呢 他的实力 比排名表现得还要强 他预选是后期猛地上升的 这说明一开始他根本没拼命 到最后起才开始夺几分 如果一开始夺的话 冲到世界区排名前十 乃至于前三都有可能啊 说得好 就是这样 明天罗峰就参加了一台群战了 我票都买好了 罗峰一定能横扫 对 横扫 许多输得不甘心的黑龙山帝国的人们 在那边说着 而且 本来令他们最有信心的 也就是罗峰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